中國科協黨組副書記 全國人大常委徐彥浩 9月22日上午 向澳門科學館 頒授全國科普教育基地 及科學家精神教育基地排便 由澳門科學館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穆欣欣欣接受排便 一眾嘉賓出席見證 不僅要繼續建設好、維護好 關鍵是把它用好 並且發揮好它的作用 中國科學將繼續支持澳門科學館 推動兩個基地的建設 服務澳門科技創新和科學普及事業 今天也有兩個科普基地的售牌 這兩個售牌同時也令到我們 和內地的科學家和內地的整個 科普教育會有一個連體和平台 一定要先從科普的教育和興趣著手 令到學生從小認識到 我們科學的一個價值和興趣 當基數大的時候 讀理工的同學也會增多 剛才提到我們科學館 作為一個科普基地比賽、集訓 也都在這裡可以挑選到一些人才 還有它未來向著科普發展 或者向著理工科發展 也都可以增加了讀理工科的人數 澳門科學館分別於今年3月及5月 獲列入全國科普教育基地 及科學家精神教育基地 作為全國科普教育基地 科學家精神教育基地 澳門科學館任重而道遠 這兩個教育基地 不但體現了國家對澳門科普工作 科學家精神的教育工作的支持和肯定 也體現了澳門自回歸祖國以來 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進程 澳門科學館一直積極開展 科普教育工作 為配合全國科普日 科學館於9月 推出近40項多元活動 科學館亦將於9月22日及24日 分別推出全新製作的科普劇場 及舉辦專題球莫講作 10月更將於天文館放映6部以科學家精神為主題的紀錄片 及7部科學偶像動畫微電影 更多最新活動資訊 歡迎關注澳門科學館網站